美国农业部6号表示,美国6月半的醋肉出口量为4.543亿磅,月盒20.606万吨,较少年同期下降12%,当月对墨西哥的出口下降16%, 对中国出口下降18%,墨西哥是美国猪肉的第一大买家,而中国则是美国猪肉主要客户之一,中国和墨西哥先后对美国猪肉加征反制关税,给美国猪肉出口带来压力。 美国肉类出口协会会长丹凯尔斯对一份报告中表示,美国猪肉出口在中国面临非常挑战性的环境,一方面因为反制关税。 另外中国国内猪肉产量增加也形成了冲击,美国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此前连华声明,批评美国的关税政策,指出美国农民利益因此受到严重影响,并呼吁特朗普政府停止贸易战。 贸易战不仅会让美国农场主收入大大折扣,而且会让美国农产品持续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,声明说,美国农民们要的是参与全球化竞争并且获胜,而不是生活在华盛顿政府的补贴和空投支票里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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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